盘点,那些因为种种说不清,到不明的原因而解散的二三代女团。 随着四代女团甚至是五代女团的出道和崛起,也不免会让很多粉丝会怀念已经解散的二代,三代女团,今天为各位小伙伴盘点一波因为各种原因而解散的女团。 Kistar,资源分配不均而解散,成员中盲内Yazzy与中国成员草露的形成相比较其他成员要多,不过这都是两位成员自己争取来的资源,因此解散也并没有太多争议。 Kistar,莫名其妙的负面新闻导致人气溜泼,虽然之前成员们说Kistar不会解散,但是如今也没有要合体的消息,曾经一个辉煌的皇冠团就因为不是事实的不合说而导致人气质陷下坡,真的很可惜。 原所属公司MBK有很大的责任,T,Rockety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Stellar和Zo,Shabat,成绩不好解散,即使两个女团走性感风之后都有了人气上升的趋势,并且Zo,Shabat出道的善曲都非常受男盘粉丝的喜爱,解散也比较可惜。 After School和Secret,空白期特长导致解散,After School自从2013年发表初恋之后再也没有合体过。 空白期特长达四、五年,Secret也是枉费了大好的人气热度,两组女团人气都不低,不过出道都过了七年,接散也是情理之中。 空白期特长达四、Minute和Miss A,不合传言,组合里艺人的光芒太大,其他人被称作伴舞们, 这也注定了组合很难走的长久,解散之后的两支组合还是被外界称作是因为队员不合。 以及因为过于复杂的深层原因解散的R&E1,收入不均解散的Carol,限定期限到期而解散的I-Line,I-Y算是四代女团,大放解体的C-Star。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有的组合明明没有解散,但只不过是缺一个官方明确表态而已,没有解散却又不合体不发专辑的组合真的已经形如解散了,粉丝们心里也都很清楚。 其实解散也是要走的一条笔经之路,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女团还能在心里永远收藏就好。